树翅 树翅是陈吉思汉和博尔帖所有子女当中的老二 除了火城以外 就是他最大 树翅的蒙古语叫Zoochi 你可以叫他树翅 卓翅 朱翅 约直 你喜欢的话叫他朱翅都可以 随你高兴 因为他本身就是从外语音译成中文的 就好像川普一样 你可以读川普 也可以读特朗普 蒙古史最权威的两本书 一个是蒙古人写的蒙古密史 另一个是伊尔汉国波斯人拉斯特写的史集 后世其他版本的关于树翅绅士的记录 都是参考这两本书 就不用看了 其中蒙古密史的蒙古文原版已经失传了 现在遗留下来的最早版本是明朝时期的中文译本 我后面会给你们看这本书的内容 当年田木正的老爸耶稣该 抢走了梅尔奇人野克赤列度的老婆科尔伦 后来梅尔奇人又来抢走了田木正的老婆布尔帖 布尔帖被掳走发生在1180年前后 对于这件事情 史集里面说 布尔帖被梅尔奇掳走的时候 肚子里已经有了树翅 但是因为梅尔奇不和田木正的干爹托里尔汉 也就是王涵 关系很好 所以他们就直接把布尔帖送到了托里尔汉那里 托里尔汉把他当作儿媳妇看待 把他保护在真杰的帷幕之后 田木正知道了以后 就立马派人到托里尔汉那里把布尔帖接了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布尔帖生下了树翅 因为这个孩子是突然降临的 所以取名叫树翅 所以从史迹来看 树翅的血统是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蒙古密使记载的情节有点不一样 蒙古密使说 梅尔奇人杀来的时候 田木正一家屁股尿流落荒而逃 田木正和他的兄弟们都各骑一匹马逃跑 田木正他老马科尔伦 不但骑了一匹马还带了一匹备用的马 于是田木正的老婆布尔帖就没有马骑了 被丢了下来 这个果然是患难见真情啊 结果还是家里的老仆人古蛙黑城够意思 他把布尔帖藏在车里带走 但结果运气不好还是被梅尔奇人抓到了 梅尔奇部的首领托克塔 把布尔帖给了自己的弟弟赤勒格当信奴 布尔帖被掳以后 田木正缩在布尔汉山上三天才赶下来 接下来田木正就去找自己的干爹托里尔汉 还有扎姆哈借兵 差不多在三个月以内 这时联军就在今天蒙古国北方和俄罗斯交接的地方 踢爆了梅尔奇部救回了布尔帖 蒙古密室李田木正救下布尔帖之后 就是一大段田木正和加姆哈搞鸡的情节 两个人每天策马奔腾 晚上还睡在一条被窝里 根本就没有提及布尔帖被救回来的时候有怀孕 也没有说他在回来的半路上生下了树翅 更加没有说树翅是梅尔奇人的小孩 所以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情 蒙古密室当中树翅第一次出现 就是后来成绩四汉 想让托里尔汉的女儿查乌尔和自己的儿子树翅联姻 树翅血统谣言的唯一来源 是蒙古密室当中记载 成绩四汉选切班人的时候 他首先问树翅 你是长子你怎么看 结果树翅还没有来得及开口 老二查核台就立马来了一句 树翅是梅尔奇野种不能当可汉 当时成绩四汉非常的不开心 就对查核台说 我靠你个兔崽子疯了 树翅难道不是我的长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既然查核台和树翅能够当众撕破脸皮 说明在这之前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很深了 论战功的话 树翅远远高于其他三个人 他恰恰是最有资格当接班人的 查核台很聪明 他知道一旦树翅上台 自己就危险了 所以他不惜利用自己老妈曾经的遭遇 对树翅搞人生攻击 他的这种做法就等于在公开场合 侮辱自己的老妈 这是非常掉人气的做法 但就算这样 他也要把树翅给拖下水 可见当时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公开自己和树翅的矛盾 这样陈基斯汉就不会让树翅来接班 树翅和查核台矛盾太深 如果他们两个当中任何一个当了可汉 那就意味着大蒙古国内部会立马分裂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陈基斯汉之所以没有让树翅来继位 不是因为什么怀疑树翅的血统 所以我说有很多的读书人 历史学家 天天只在家里读书 都读成了呆子 没有半点社会阅理 情商很低 连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看不懂 别人骂他们一句狗杂种 他们就真的以为自己是人狗混血了 查核台骂树翅妙其野种 就和骂狗杂种是一个性质的 如果有人要说史书故意掩盖真相 那么接下来 我再从另外几个方面来告诉你 为什么关于树翅血统的谣言 纯粹就是在秀智商下线 首先铁木针对妙其人的仇恨 已经深刻到了骨子里 在1205年铁木针击杀了托克塔 托克塔死后 他的儿子们一路狂奔 都已经逃亡到福尔加河了 但是铁木针毅然疯狂的追杀他们 追杀了十几年 一直到1218年 铁木针的手下苏布台 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 全剑了梅尔奇残铺 抓住了托克塔的儿子 乌鲁特汉 这个乌鲁特汉是个超级神剑手 于是树翅就问成吉思汉 要不要把他收编 结果成吉思汉就说 只要是托克塔家的男人 他就必须进坟墓 然后树翅只好把这个神剑手给杀掉了 这就是成吉思汉的态度 他虽然爱人才 但只要是托克塔家的男人 他就毫不留情的赶尽杀绝 如果树翅真的是托克塔的亲侄子 成吉思汉把他当自己的亲儿子养 这个说出来你们自己信不信 成吉思汉非常的偏爱树翅 在分奴隶的时候 长子树翅9000户 四子查核台8000户 三子卧阔台和四子托雷每人5000户 树翅分大的奴隶是最多的 按游牧人的习俗 长子到了一定年龄就拱到远处自力更生 最小的儿子继承家里的财产 在今天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成吉思汉给了他最多的奴隶和最大的地盘 成吉思汉歇斯底里的要把托克塔家的男人赶尽杀绝 而结果却把托克塔的亲侄子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养 还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片江山送到他的手里 为仇敌的后代打江山 这不是在搞笑吗 后来成吉思汉的儿子们死后 树翅式的宗王拔都是所有皇族当中威望最高的 他全是滔天 人称老大哥 他讲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树翅的血统是没有一丁点的问题的 如果你们有谁对这个有疑问 只能说明你根本不懂中世纪蒙古的政治 黄金家族是维血统论 从成吉思汉建国到后面的几百年的时间里 你再牛逼 没有黄金家族的血统也是白搭 别人不会鸟你 看一看后来的马麦 铁木尔 Edge 还有伊凡四世 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只要你不是黄金家族血统 你就不能称汉 伊凡四世也只能把沙皇的位置让给黄金家族成员 来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金帐汉的继承者 唯一打破了这条铁绿的 是威拉特蒙古的绰洛斯野仙 就是捉走明朝皇帝的那个 他凭着绝对的武力 几乎杀光了北渊的黄金家族 自己称汉 但他也仅仅只玩了一年 就被手下给干掉了 你只要是黄金家族血统 就算你是毛新鱼那副鸟样 只要你随便喊一声 就是一呼百应 这就是黄金家族血统的恐怖号召力 所以但凡树翅的血统 有一丁点可以被怀疑的地方 就算他儿子拔都的战功再高 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更不要说让高傲的黄金家族 宗王们向他低头 十三世纪黄金家族大乱斗的时候 秦章汉·比尔格支持阿里布格 反对忽必烈 在高枷锁和叙烈屋打的天昏地暗 好的忽必烈和叙烈屋都快疯掉了 比尔格死后 秦章汉·芒哥铁木尔 还扣留了忽必烈的儿子纳穆汉好多年 所以说只要对中世纪蒙古历史了解稍微全面一点 就知道树翅不是成吉斯汉亲儿子的说法是多么的弱智 现在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 是说因为树翅是妙气野种 所以田木真给他取名叫树翅 意思是客人不是自己人 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 我只能说一句I fool you 你们不但没有情商 连最基本的智商都没有了 你们稍微用菊花想一想 田木真的老婆被抢了 生下仇敌的儿子 田木真决定留下他 结果还给他取名叫客人 这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你老婆被隔壁老王搞大了肚子 生下了一个儿子 让你喜当爹 结果你还给这个儿子取名叫王绿茂 唯恐别人不知道你的乌龟头有多么的绿 从今往后 你每叫他一声王绿茂 就相当于借自己一次伤疤 你们以为别人都和你们一样 有抖M受虐癖好 史基说因为孩子是突然降临的 所以取名叫树翅 所谓的不速之客 指的是来得很意外 不是说他是别人的种 树翅在古代蒙古语里还有聪慧的意思 类似于现在的摩德根 当时蒙古人叫树翅的多了去了 成吉思汉的弟弟哈萨尔的本名就叫树翅 后来因为他战斗的时候表现英勇 才被人叫哈萨尔 或者哈布图哈萨尔 或者树翅哈萨尔 成吉思汉的曾祖父哈布尔汉 有个儿子叫呼图拉 他也是蒙古部的领袖 呼图拉有三个儿子 其中一个也叫树翅 这个树翅按照备份来算 是成吉思汉的叔叔 另外蒙古密室里面还有树翅达尔马勒 树翅扎瓦汉 树翅是当时蒙古人当中 再普遍不过的一个名字 满大街都是 他就像是欧美国家的约翰 乔治大卫是一样的 拿树翅这个名字来做文章 也是因为对蒙古史的一无所知 所以树翅是不是成吉思汉的亲儿子 从今天开始 从我天狗卫视这里 就彻底的终结了 请不吝点赞